长沙东翔置业有限公司和其他业主出租作为酒店 初步计算 酒店共有林肯美加微酒店等6家 近日 长沙美加微酒店在一楼增开了一个出入口 直接连接小区的电梯 方便酒店运营 这成了酒店与业主矛盾的导火索 针对这一情况 事发后 青园街道办联合万福景城物业展开了调查 经查 长沙美加微酒店在未经过长沙规划部的同意下 私自更改小区结构 这样一来 原本封闭管理的小区突然打开了一道口子 让业主们深感不安 酒店在该出入口撕射了一道门禁 更引发了异主反感 物业公司表示 接下来将酒店的门禁系统统一到整个物业管理系统 先保障小区的进出安全 针对万福景城五栋大面积驻改商一事 小区物业经过调查之后表示 目前消防硬件设施根本达不到 那我怎么不确定呢 都不确定它这个房子怎么能用呢 您这里经过消防业收了吗 肯定能够消防业收了 业收的合格报告在哪里 他们就是来看的 现在就行了 有几个资论部门 我就有几个资论 那您可以提供一下吗 我不能给你看 为什么呢 我不给你看 消防现在还是由物业来进行日常管理 它都没有报那种商业酒店的这种验收吗 没有 就是说现在就是个普通的公寓型的 对 它没有自己的那种 比如说一套什么消防的监控系统什么的吗 没有 为达到消防验收许可 这些酒店就存在消防隐患 对此 清源街道办表示 将在近期联合执法部门联合管控取缔无措